有名菜,有名廚 由傳統現職煮到新派菜式 名師出馬,提升你的手藝 師傅,我最近在家裡多了煮食 不覺得自己煮中菜好像不錯 不知道有甚麼可以再挑戰一下 你是不是覺得變成了女廚神 那又不要這麼說 行了,我今天教你做兩個好玩的 是 一個要搓的 是 一個要不剝的 好像這麼難 不是很難,試試你就知道 好 這麼兇狠 今天這個酸湯水蒸蝦吃完 會否變成涼蒸蝦 涼蒸蝦,水蒸蝦 水蒸蝦 應該會的 好 我們先切了一個幼鳥 有些糖芹,有些蔥 通常想香口一點 都是配搭這幾道味道嗎 對,沒錯 我們要切幼身 好,我們切些線椒 線椒也是 它不太辣,對吧 不太辣 是 然後我們有洋蔥 有些蒜 洋蔥切絲 有些蒜蓉 我們就可以開始做水蒸蝦 是 我們就在背上打開一刀 然後有些腸,我們先撩走 這個特別大的腸 你看到平了,趴在這裡 是 我想問這個水蒸蝦,怎樣才是水蒸 因為待會我們要用生粉 是 生粉掛上去後 我們把水蒸熟 夾出來看,它有一層水蒸面 即是透明的 對,是反光的 所以我們稱為水蒸蝦 如果我喜歡小一點的蝦 或者我買不到這麼大的蝦 是否也是同樣的做法 也是切開它,然後割開 然後拿生粉 大小沒問題 是 大隻就比較好 小隻就比較辛苦 千萬不要切斷 是 一切斷了,水蒸蝦就… 分開了 瓦解了 分開了,這樣就沒那麼好 如果你說害怕 我們可以先打開一半 切慢一點 對,切慢一點 好,接著我們就可以開始煲蝦 是 我們開始煲蝦,我們先拿生粉 把生粉放在底部 也放了多少次 對,接著也會多 因為我們要靠生粉 拍平一隻蝦 一開始不要心急 慢慢、勢力一點,先煲蝦 煲蝦緊和煲蝦平,煲蝦大 好 你看,它越煲蝦,一直煲蝦 會有些水分出來 是 我們要補一補蝦 否則它就會溶化 其實除了蝦,我們還可以煲豬肉 魚也可以 如果有時想做到效果 很驚人、很大塊 很驚人 其實可以再煲蝦大一點 對比一下就知道 大了多少 比我的手掌大了 來吧 捷徑方面,如果除了棍子外 我們可以用一個較大面積的膠椎 或木椎 而且這樣力量會比較大 打開會比較快 然後再鋪在上面 整隻蝦先掃勻生粉 掃勻它 這樣掃勻它 如果像剛才那樣,它的粉不夠 是 會黏,補一補 補一補 對 所以我們這樣打開蝦 黏了生粉,綠熟它 它就會有一層生粉在表面上 變成水晶的感覺 現在已經大塊了很多 這隻蝦大量 需要再大嗎 可以的 加快速度,是嗎 也不是的 你速度差不多 有甚麼秘訣會… 打開得沒那麼用死力嗎 因為我不知道我用得對嗎 有的 這個位置很… 我剛才看到你這樣掃勻 動作會比較硬 會比較硬 我們用手腕… 這樣 跟打鼓差不多 就是我剛才這樣掃勻是錯的 對,這樣掃勻的力量會不會那麼靈活 我現在打了一隻蝦 這裡的肌肉已經緊了 所以我已經感覺到自己不太合適 先拉一筋 拉一筋,鬆一下筋 真心,已經緊了 我覺得難度不是很難 但也真的累了 因為我用錯力 最近肌肉已經緊了 然後我要馬上拉一筋,鬆一下 我打了一隻就已經這樣 如果要我再打了很多隻 應該會… 也真的要試試用正確的力度才可以 好,我們的蝦打完 我們現在先煮熟 是 滾一片 很快就變了顏色 對,因為蝦本身有蝦紅素 一滾下去會有些紅色 它再捲起來就… 是否可以 還可以 對 就這樣吃也應該好吃 而且相比起我們整隻蝦 它的入味會更厲害 因為薄,而且它的表面更多 黏的味道也會更多 很漂亮 這隻就是你的蝦了 我的天 這個要煮久一點 它打開後真的很像一隻賴鳥蝦 很頑強,人家下去會很快就變熟 它還沒有 想不到在煮的當中 也會一直做菜 對,因為如果煮的時候 你不幫它捲一捲,它會捲得很厲害 很棒 一口肉 對 對,好,我們加點油 好 好,我們現在先炒香洋蔥 好 爆香洋蔥味 好,我們看到炒至少許焦糖化 是 我們加入酸湯醬 這是現成買到的 對,現成買到的 爆香後,我們加點水 師傅,如果要自己煮這個酸湯 是可以的嗎 可以 其實這個酸湯醬 如果要自己煮 就要有一點…當作煲湯 要買很多番茄、洋蔥、紫天椒 來煮一個素菜湯 對,直接變成酸湯 就不用買這個醬 好,現在我們可以加點蝦 煮一下 其實很快,因為本身已經熟 我們煮一下,煮一下就可以了 現在可以關火了 我們放了碟子 然後再炒香這些配料放在表面 好的 把蝦放在表面 你那種放在表面 謝謝 大大一種 你認得到嗎 這種,很厚,就是這個 好,接著我們可以炒香配料 是 好,我們先加點油 我們現在先加點線椒 為何這次會選擇線椒 線椒的香味和辣味 都很配這個味道 對,如果很喜歡吃奶的朋友 可以用紫天椒嗎 對,可以加紫天椒 輕輕爆香後,加蒜 好,加蔥蓉 這個爆香後,就可以關火了 我們就可以加進去 看得到也覺得開胃 這個我們的酸湯水蒸蝦就完成了 這個酸湯水蒸蝦就完成了 不如我先試吃吧 試試吧 我認得這塊嗎 對 多加兩匙 對 因為酸味才是重點 對 軟得比較均勻 建議吃法是… 要多湯的… 對 我試吧 試試吧 好的 很好吃 這個蒜湯很入味 其實煮均勻了 煮均勻了 對,煮均勻了 對,煮均勻了之後 這樣再煮,其實也會膨脹 會的… 所以口感也很實 口感也很爽 很實 沒錯 而且跟普通一隻蝦的感覺 是不同的 吃吃後,後勁會有一點辣 會有的 我也覺得… 我要說的東西都說了 對,我要表達的東西都表達了 因為這裡的菜簡直是… 你看我第一次吃 最真實的反應就已經呈現了 我回家一定會學會做的 我覺得裡有很多什麼 來吧 家鄉釀鯉魚 雷師傅,你是哪個家鄉的 福建 即是福建菜嗎 那倒不是,這是順德菜 有唐芹、芫荽、蔥 這些我們先切碎 然後有臘腸 是 臘腸是放在哪裡 在鱗魚膠上 應該很香 對,我們要切幼一點 有否可以自己喜歡甚麼拌在裡面 你舉個例子,我看看會否 馬蹄 馬蹄可以,是有的 我覺得挺配搭 配的,馬蹄 好,接著我們會有冬菇 冬菇切幼粒 也不是用很多 不會用很多 所有材料都要切得很小 因為我們第一次打膠 即是做鱗魚膠 所以有些材料比較幼細 火皮,我們先切幼細 是,需要先浸泡它嗎 要,要浸泡它 浸泡它,然後去浪 接著我們還有一些花生 給它一些口感 好 這些花生,輕輕砸碎就可以了 我們就可以切鱗魚了 鱗魚,我們在街市裡 當你遇到不肯幫你切 就看看我怎樣切 你叫它替你湯乾淨 是 我們在腩的位置 在這個位置貼著 切一刀 不要切穿一塊皮 兩邊切一切 切好後,這個動作 我們要用手撕一塊皮 這個菜有一點指甲會比較好 我剪了,不好意思 你看,我們現在… 會看到… 真的嗎?很薄 對,我們要就這樣慢慢去… 推它 對 除了鱗魚之外 其實油脂多的魚 還有皮要有一點點韌性 譬如我們可以選擇一些… 其實買油也可以 如果大路一點 例如玩魚,也會脫掉 在這裡我們也要小心一點 是 不要碎手尾 我的天 就把肉也切出來了 先把肉也切出來了 好,然後把腩骨也切掉 是 鱗魚,大家都經常說骨頭多 是 我們怎樣令骨頭吃起來不會傷痕 我們一定要切薄片 切得很薄,你看看骨頭已經斷了 對 現在的骨頭基本上已經很細 接著我們再補一補刀 像豬肉一樣 對 剁得這麼幼細 也差不多了 而且這樣剁跟鱗魚膠 就會有點不同 這些會吃到口感 好,鯪魚膠後,你替我加鹽 胡椒粉 加糖 好,我們加了這些後,先捉勻 你看到了 很快膩 很像做鯪魚膠 好像做鯪魚膠 變成… 鯪魚膠 而且這個有粒粒在這裡 口感比外面街市買到的那種更好 好,接著我們可以加上臘腸 配料 冬菇 果皮 芫荽、蔥等,加上花生 接著用來搓勻 我真的有心思 接著我們要加些三分 是 先加了 是 再加一半 一半 好,我們搓勻 聞到果皮、蔥芫荽和臘腸味 好,這裡搓勻了,可以了 接著我們就可以釀鯪魚了 塞進去 對,先塗上生粉 到處灑一點 好 好,接著我們把餡料放進去 一條鯪魚又出來了 好,我們煎的時候 我們要加少許生粉 灑進去 對,加少許… 是,可以 這裡再放一點 對了 好,現在就可以加鯪魚進去 是 小火慢煎 因為我們要煎熟鯪魚肉 它在裡面 下去煎的時候也要按一下 是 讓它盡量黏緊 一面通常是煎多少才可以再翻 我們大概煎至三成 三成 再翻另一邊煎,然後再煎熟 好 如果在剝魚皮的過程中 我的魚皮已經不小心穿了 對,那我可以怎樣做 除非是穿得很厲害 是 如果我在這裡穿了五分 我們可以到時收拾一下 是 沒問題 但如果你說穿成這樣 其實也可以強勁 如果我在家做這道菜 然後又煎熟了一條魚 我會… 我會把魚丟掉給它 然後用豆泊養鯪魚肉 可以翻一翻 翻過來的時候 我們記得要按一下它 是 我記得我小時候的阿嬤 她試過買一條鯪魚 是,它也是把魚丟掉出來 弄釀的頭 但它連皮也不要 但它只剝剝 剛才剝剝了一條骨 旁邊連著有少許肉 它會炸的東西 很香口 對 很棒 好,我們現在可以開大火 逼一逼它 是 逼一逼它的意思是… 逼一些油出來 因為我們現在煎食物的 油溫不是很高 油會黏在食材上 我們最後大火逼油出來 好,這樣就可以了 我們可以… 上碟了 斬桿上碟 好,我們先放在塑油紙上 塑一塑油 好,我們先放上頭 尾巴也可以順勢切下去 我看到外面的味道很脆 好,接著我們再淋上豉汁 這樣就可以了 先煮豉汁 我們爆香的豆豉醬 就這樣吃,少加熱就可以了 對,接著我們要煮醬汁 我們加點水 好… 好,接著我們要加點三分水 這個我們不用煮得太稠 是 有些流離水狀就可以了 好,那我們就可以關火了 因為醬汁一口、一稠 掛上去就不好吃了 好,這樣就可以了 好吃 完成 完整的一條家鄉釀魚 竟然在我面前,又是先沾醬汁 看到它的表面很脆 然後裡面的肉是很實淨的樣子 很豐富 對,令我想起蘿蔔糕 蘿蔔糕? 也有點像 蘿蔔糕也是臘腸,是嗎 我覺得它最令我覺得 這個口感是花生 我猜不到… 很脆的 對,猜不到裡面的作用 對,口感會有些不同 材料真的很豐富 有臘腸和菇很香 很香 今天我一開始擔心… 其實我們沒有試味 我們只要加一點鹽、胡椒粉、糖 這樣混在一起 其實味道很好 剛剛好 你很調味 你煮的就很好吃 謝謝你,師傅 竟然這麼誇張我 但我回家也未必會做出這條魚 但今天也很感謝你 有空就要做,在家裡 可以 吃到手吃 吃到最大的 就要吃到 蠽魚 吃到餐廢 很糟糕 就知道 吃到口味 非常香 甜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